这个现在FT啊有一篇文章啊 就是说这个美国社会动荡对川普的选情有利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弗洛伊德案啊 这个法律战呢现在出现了一些动态啊 他的辩护律师和这个检察官啊针锋向对 现在这个弗洛伊德案件这个法律案呢 这个律师呢是要求法院啊拨回检察官的起诉啊 等于是啊这些警察根本就没有罪啊 到了这样一种针锋相对的一个地步 所以我们听老何的意见吧 嗯啊听这个意见之前呢 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推这个频道啊叫小天下啊 那么他呢会从他的一些角度 他跟我们不同啊他是理工男 那么呢这个他是从一个理工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啊 实际的这个发展 那么他有很多的节目出来 我希望我们的导播放一下他节目的片头 然后呢这个放一下他的网址啊 请大家去支持这么一个从我们的观众啊 从我们的网友中间走出来啊自己建立频道的这么一位朋友 那么他呢就是我听了他一些节目啊 那么他的这个节目的频率的方式啊 恰恰我所希望听到的一些角度 因为我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面 从这个甚至报告美国的啊 右衣和左衣的媒体的面啊太多的这个啊 啊比较偏执 或者比较极端的言论 啊 而我们如果我在看新闻 只是现在看一家媒体的话呢 还你睁被误导 很难去的出现像这个小天下这样 比较平和的 首先是把事实弄清楚 然后再来发表自己的一些感想 所以请我们的编导推进一下 我不知道陈小斌 不是你有没有看过小天下的节目 我偶尔看看对 我还把他推荐过对 那么谈到这个明年苏达这个案子 和微信上线的案子 我们看到的只是政治上的叫喊 政治上的叫喊呢 就是我在周末的时候 我专门还要赞扬了一下川普总统 我觉得川普总统现在这么辛劳 对吧 一下子去这里 一下子去那边 然后这个 甚至到了晚上定上没名 一个孤独的老头 从空军一号走下来 我觉得不错 不像已经这样 每个一到周末 空军一号飞到弗里达 空军一号飞到新德西 只是打高一副球 我说这个实在是 打就打吧 在华盛顿周围打吧 还飞到弗里达去 这个 我说这个川普不错 他而且去微信康 康星 结果没想到他老一家还是第二天还是去打高一副球了 不过呢 他真的是没有做空军一号去新德西和弗里达 那么打高一副球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微信康星州的州长阻止他去微信康星 那我今天早上我又重复听了一些新闻的报道 那些州长也好 副州长也好 说你这个川普总统来呀 就是来这个这个只会更加混乱 你来了以后不是来解决问题 而且这些混乱恰恰是你造成的 那么对这个波特纳早几天发生的这个一个 什么这个威斯康星的混乱是川普造成的 没有没有没有他说这些暴乱和冲突 是为是川普的责任 对 然后这个在波特纳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也是这样嘛 我看了半顿的这个言论就很理解就是 就是说首先他指责了这个暴乱 对吧 因为是有一位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被打死 知道吗 就是前天嘛 那么这个使波特纳的这个局势现在更加紧张起来 那么半顿先生发表了一个一个讲话 也是潜在这个波特纳现在出现了这种 这种伤害这种暴乱 而且出现了死亡事件 那么这个但是呢 这个波特纳的市长 回顾到的就是指在这个川普总统 而川普总统也是指在了 这个波特纳的市长 认为就是你们这么乱 才没把这个场面控制好 才会变得这么糟糕 非常无能 而这个市长就认为了 这些问题恰恰就是你 你川普在调动 你川普在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就是美国现在竞选政治 和我们所看到的新闻的一个矛盾的地方 那么就是隔开隔话 彼此都在指在对方 而不是呢 在这个时候 比如说微信抗信 发生了这么一个冲突 总统来是一种关心 总统来是一种关注 总统来是使这个 这个社会的冲突得到平息 但是现在民主党那批人很显然不是这么看 所以这是我比较沮丧的地方 但是呢 有小天下这个节目 它就不是那么简单 它是从另外一些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 比如说 说你这个黑人死了 然后你这个NBA 居然实行了停播 就是我们不要播了 我们为了支持这个黑人 为了是怎么样 它就觉得政治正确和 遵守这个信任的 这个商业的信任中间 每个人遵守信用 其实也应该是一种道德 而不仅仅是只是一个 为了道德 而不是讲这个信任 那这些角度就使我有了一些更多的思考 现在的这个媒体上 尤其是社交媒体上 两方面的这个观点 都是就是说 有一点 有一点只讲究这个 自己认为的这个道德 而把对方完全变成一个死敌 实际上无论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无论是川普总统 还是州长 我都不认为他们 个人真正会煽动 或者是推动这个事情的恶化的发展 因为美国的种族问题 它不是谁当总统 谁不当总统 它都不存在的问题 而就是说 谁当总统 谁不当总统 谁当组长 谁不当组长 它对距离的事情处理的不妥当 它可以引起来 把这个原来潜在的这个种族的冲突 和内在世界里面 某一些因素把它点拨起来了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华人 像我这样 对美国的这个政治 最近几年是特别的关注 你关注的越多 你确确实实 沮丧的东西就越多 但是你关注的更多一点 你就发现美国还是一个非常有边界的一些国家 非常有边界的这个国家 它没有达到一种完全的失控 完全的不可收拾 最终变成一个学行的镇压 或者是暴乱的无边无际 因为法制法律在这个里面 还是扮演了非常 比政治 比政治本身显得更加理性的 这么一个角色 法制还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基石 这个基石在过去几年中间 并没有完全被撤毁 这就是说我对美国 还有保持很好的信心 但是警察的这个直发过程中间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因素 引发了从一般民众的角度所看到的 这个要复杂多的一些直发的场景 因为美国拥有枪支的权力 使这个警察 比任何国家的警察都处于一个危险之中 但是这一种直发的过程中间 虽然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这个开枪的标准 但是前美国警察的权力是很分散的 警察的权力的标准并不完全统一的 虽然每一个地方的都有一些标准 但是每一个地方的标准都不一样 因为这是美国的警察的结构的复杂性造成的 也是警察的出身不好造成的 因为警察最开始出身的时候 他就是为了维护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维护贵族集团 去打压黑人或者打压这个外来移民 更多的去充足于这个治安方面考虑 那治安当然是社会比较低层的土地 他引力产生冲突的一个存体 那么这种这个历史性的渊源 使这个美国在文明化的过程中间 某一些地区的这个警察的权力 被难以的情况确实是存在 但是这些情况与这个种族一点起来 它就把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它变得非常敏感 因为种族问题在美国在很大的程度上 它的政治正确化 你就不敢突击 尤其是你在美国大学里面 你在美国的一个政府机构里面 尤其是你一个是一个美国的公正人物 你在种族的女性的使用方面 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小心的 不要说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打学 美国的这个政府机构和社会的名人 你就像一个企业单位上 你对女性的态度 你对这个这个少数族一的态度 你都可能会引起一场很大的阔害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法律的惩罚和追究 那么种族的问题肯定会更加严重 更加蔓延 对女性的歧视也会更严重 所以怎么在政治正确和现实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是一个呢 就是说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 确实不是个单一的问题 但是美国的大选把这个问题变得比较表面化 成了呢 使这些情况呢 要朝各自有利于选客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选举政治带来的 使这个美国的民 这个种族冲突问题的一个 一个一个负面性的一个因素 这就是民进所打和这个 福利达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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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卿康星 这个所出现问题的一个一个很困扰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跟民主党和共和党养党 这个权力斗争有关 这个老婆刚才推荐的这个小天下的这个节目 确确实实这个小天下的这个节目呢 他做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些 观点的交流 实际上他的这个节目的一些观点 我基本都知道 但是这个独特的视角都是他的 他只是跟我讨论 就是说他说这个这个角度 那么我呢 也不知道这个角度 所以说这个原创 是他的毫无疑问 那么你刚才推荐了一个小天下的一个视频 但实际上这个我呢 在这里要推荐一个 一个这个老外的视频 他有个中文名字叫马斯瑞 马斯瑞呢 他做这个YouTube 中文说的这个比我的这个中文还好 所以大家去可以看一看 那么他最近呢 做了一个节目 就是关于弗洛伊德这个案件 是警察在这个过程中 干那些什么事情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视频 那么用他的话说 这个标题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们可大意明白 弗洛伊德一案警察随心摄像头 新视频公开 那么警察是不是要被为罪 无罪释放 这就是他的这个标题的内容 那么我一会儿呢 他把这个链接呢 给我们的导播啊 我们导播可以把这个视频的这个链接给大家 这是一个重粹老美做的啊 他有一个名字啊 叫做这个 刚才我也告他叫叫马斯瑞 多长啊 十几分钟 这个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啊 对 我们要放的时候 只能放一个小小的片段 或者只能放完了 就是给一个链接 对 给一个链接 对 因为这个反对的问题 我们不能放的 对 那么第一会儿 我要讲他这个视频啊 那么先说这个威斯康星这个事件 威斯康星这个事件呢 现在看来就是说啊 从这个罗姆尼当年竞选这个顾问啊 来写的一篇FT的文章来看呢 啊 他写就是说 这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啊 就是包括威斯康星事件 乃至于BLM运动和弗洛伊德事件呢 提振了川普的选情 这是他有看法啊 那么这个 这个他有一个说 他说呢 枪支和执法问题呢 很可能削弱 拜登 原本应该拥有的一项关键优势 啊 原本的关键优势 就是说 他赢回工薪阶层选民的能力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因为枪支事件和一连串的执法事件呢 可能让川 那拜登呢 失去这些的优势啊 就是我们都知道 从这个BLM运动以来 美国二十多个城市 开始爆发大规模的暴力抗议啊 包括葡萄兰啊 现在还在进行的 这个抗议 当然原因怎么回事 我们刚才何必先介绍好了啊 民主党说是共和党 共和党说是这个民主党啊 那么川普就 甚至于骂这个葡萄兰的这个市长啊 用的那种贬低他的自商的词啊 那这种骂法是我不好 因为违背我们的实际规则 我已经不重复了在这啊 那么 PU民调呢 90%的选民 现在 现在把这个暴力问题 列入选举的五大关心议题之一 而在2016年呢 选举的时候呢 这个话题根本就在前20位左右都不落列 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所以说 今年的选举的暴力 法律和刺刑问题呢 成为决定这个选举的一个 自明关键的一个问题 而且成为摇摆州 决定投票问题的一个 自明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个 PU呢 最近在威斯康星的调查 发现啊 人们对暴力事件开始表示关注 而且呢 对BLM运动的支持在下降 而且我看到这个民主研究所和这个 英国的有一家报纸 叫 每日 叫Daily Express 叫每日快报 他讲最近这个 他们的搞的这个调查呢 川普在摇摆州的选情啊 全面上涨 包括在这个2016年 希拉里赢得的明尼苏达州 那是川普输得的一个摇摆州 在那个地方的选情 川普也出现了上涨 第一次出现了压倒 这个拜登的这种选情 这是这个文章里的介绍的啊 那么 两个问题就是说 当年柯林顿啊 他输掉这个 1994年 他提到1994年 柯林顿输掉中期选举的时候呢 柯林顿说 那是因为这些持枪权力的拥有者在反对他 那么现在他们分析这项指标呢 他认为就是说 美国现在这个买枪的人数啊 已经多得不得了了啊 今年6月 美国人买枪的 FBI买枪的人数背景调查 390万人次 而一年前这个数字是230万 给大家说一个情况啊 这个 星期五啊 我被一个朋友拿去枪店准备买枪 我已经准备落实行动了 没想到枪店排队 排着禅队啊 这个我们要到队伍队最后去排排了半天啊 我们那个最后告诉我程序不对啊 要我告诉我怎么怎么去摆去啊 就这么个故事 那我是亲自到了一个枪店现场啊 去看这情况 那真的是要排着大队啊 那是没办法啊 这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说 1994年的时候 克林诺说 我们那个民主党输掉中期选举的惨败 就是因为 持枪权的问题啊 那么这一次 川普跟关于 法律秩序问题的一个呼吁 会不会出现 当年尼克松 选情时候提出的 法律秩序的同样的问题 最后那一次 法律秩序问题 也在帮助尼克松赢的选举 所以说 哦对 你提起这个老年啊 这就是一个关键的分析点了 如果没有老年啊 美国就不会成为 世界上就人口比例啊 坚入最多的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老年啊 这个再犯的冲突 就没有那么严重的国家 尼克松是后来用大量的档案 大量的录音 显示出来了 尼克松的 对美国的人权和秩序的破坏 幸福有 在后面对他有个抱怨 其实尼克松的很多的档案 我后来是看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 看了这个一些约战的档案 这个人和基辛格这两个人 高兴啊 不知道讲狼狈 为什么什么东西啊 就是非常可怕的 尼克松就是因为 用秩序的名义 法律的名义 使他赢得了大选 因为当社会产生愤怒和冲突的时候 人们在这个时候觉得强人是最有利的 但是你看看美国的这样的历史的那个曲线表 你看看美国的现在的监狱城镇的负担 你就会知道 在尼克松之前是一个什么状况 尼克松之后是一个什么状况 这个和平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啊 非常值得重视 就是说在历史上 有这么一个总统啊 利用法律秩序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啊 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警告 就是说我们要 因为现在这个川普和彭斯 他打出的也是这个恢复法律秩序的这样一个口号 如果你把今天川普总统的讲话 和这个当时尼克松的讲话 你几乎发现就是翻版 确实是法律秩序问题 对 因为当年在这个芝加哥这个全国代表大会的上呢 有一个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呢 有一个警方和抗议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啊 那么这场冲突发生以后 尼克松就把这个局做大了啊 就提出了法律秩序的这个竞选口号啊 并这个以诚实的暴力作为电视广告进行宣称 然后向美国人保证 我保证我们要恢复秩序啊 然后呢 说他在赢得了选举人票啊 只是在这个这个普通票中呢 他赢的只是微弱的多数 那么这个现在的川普呢 和彭斯呢啊 彭斯说我明确的说 我们将在美国街头确立法律和秩序 那么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呢 他也确立的是法律和秩序 甚至于我们也看到 他把这个那一对夫妇啊 请到了这个民主党的 这个共和党的那个大会上 对不对啊 我猜一句啊 小平同学 我知道你讲的这个意思 也知道现在对川普有利的因素 但是呢 我随便打一个制度 你就写一个字 美国监狱 或者美国囚犯 你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这个曲线是什么呢 我再看第一点啊 这个图片不是很清楚 我发给我们的导播吧 他就大概从来年来年开始上升 所以数字啊 有时候等时间一拉长 你就会发现它的历史的效果 但是人们不方 不会回顾历史 很少人去回顾历史 我知道 川普总统正如你讲的嘛 就是川普总统现在讲究法律指数 是符合很多人的心愿 对吧 因为现在对这个社会质量的 尤其是这个 因为这个文章呢 他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白人的工薪阶层 是投票的一个主体 最大群体 那么这些群体呢 在过去缺席这个投票 他们不投票 那么由于自佛罗伊德案件以来的 这样一些波及美国的 全国的这种暴力事件 那么这些群体啊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 一项研究呢 这一部分人啊 只要有一小部分人 走出来投票制作川普 那么拜登就歇菜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分析 对 这个作品我已经发给我们导播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尼克森 讲了法律秩序之后 所产生的这种效益 那个评的那边是从1920年开始 你还慢慢上升了 现在美国是全世界监狱比例 这个最多的一个国家 因为它改变了很多的犯罪的标准 联邦犯罪的标准 所以是原来那一些可能你只是惩罚他一下的人 要变成一个监狱的囚犯 那么这个里面增长的幅度最大的就是黑人 这也就是黑人在追求这个他们的评论过程中间的一个他们强有力的一个事实 就认为了是你把犯罪的标准改变了 所以 犯罪的标准改变之后 他对白人是一体适用的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白人在最后面习惯多一点 OK 都是什么逻辑我都不明白 因为根据一个你一千美元你是犯罪标准 那么我不管你白人黑人西班牙人中国人亚洲人 你只要犯了这个标准我就把你收进去了 你白人充限的多那么我就抓的多 那么这个跟种种其实应该没有关系对吧 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种种话题呢 好 现在谈到种种话题的时候呢 我们又谈到了这个老炮尔 这个老炮尔马斯瑞的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他披露的是弗洛伊德事件这个案件里头不为人知的一些事实 是这个白人这个警察现在就是肖恩 这个肖恩啊 他之外的另外一个两个警察 他们随身携带的这样一个摄像装置 拍摄的这个视频 而这些视频是迄今为止在报道 弗洛伊德案件之中主流媒体从来没有报道的 从来没有报道的 为什么没有报道啊 这个事情落成那么大的一个事实 根据这个马斯瑞的介绍 这一些材料在法院 档案里头啊 他不是公开的 但是你只要预约你就可以去看 那么有人看了这些视频之后 把它发给了英国的每日电讯 然后美国的英国的每日电讯 就把这一些不为人知的视频的内容 披露出来了 披露一些什么内容呢 当天啊 这个视频录的时候啊 弗洛伊德坐在车里头 驾驶室的位置上被警察逮住了啊 那么同一天的时候呢 车里坐的三个人啊 都是黑人 那么那警察就要他 把手放在驾驶的座位上 对吧 这个听从警察的指令 从一刚开始 弗洛伊德就拒绝服从 另外这两个黑人 乖乖的就是按照警察的指令 下车了啊 而且还在车下喊 stop stop resisting 就是要弗洛伊德 你听着听着 你不要抵抗警察的命令 按照警察说的那么做 那弗洛伊德就是不这么做 后来好不容易啊 所以说马斯瑞说 从这个前面的这个情节来看呢 这个案件从一刚开始 就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成分 啊 就是一个执法的问题 啊 那两个黑人一点事情都没有啊 而且还跟他说 你不要抵抗 你不要抵抗 你服从吧 你听吧 然后那个警察呢 啊 把这个 把这个弗洛伊德 从车里终于拽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哥们还摇摇晃晃的 还摇摇晃晃的 终于警察把这个 他的手铐给靠住了 警察又想把他放回车里头去 因为 然后放回车里头去 警察还很有关怀地告诉他 啊 你坐进去 我们把空调打开 啊 OK 你不用紧张 把他放回去 但是这个时候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就开始大喊大叫 甚至在哭啊 甚至在哭啊 然后呢 根据这个马斯瑞的这个啊 他看到的这个材料 弗洛伊德患有一种叫 幽闭恐惧症 啊 这是个英文的名词啊 叫幽闭啊 Closophobia 啊 Closophobia 嗯 这么一个词 有这种 幽闭恐惧症 他就 不想坐到这个车里头去了 他给打死了 也不坐到车里头去 警察要他坐进去 他就是不肯坐进去 最后警察 没办法把他弄到车里去 这个家伙块头很大 他非常大 大概多少 一米八块 一米九吧 这个情况之下 才在底下 把他按证了 啊 那么根据现在 这个法院的 这个答案的一个情况 他死于 更多的是死 不是死于警察 对他的这个行动 而是死于 他的这个药物的这个作用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的介绍 啊 那么现在呢 这个 警察啊 这几位警察啊 全部都要求 无罪释放 没有一个人认罪 没有一个人认罪啊 这是一个 他的这个 这个肖恩的警察的这个律师呢 给他啊 给法院写了一个动议 就是说 检察官对他的所有指控都没有证据 对他所有指控都没有证据啊 因此趋向了一个 不更有意思的 值得看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 检察官这个时候呢 还要求对这个 肖恩这个警察 就是压他的这个警察啊 这个 加重处罚 加重处罚 所以现在 比较争议的地方呢 就连这个马斯瑞啊 马斯瑞他也认为 警察用乞丐 把他跪着呢 跪了将近九分钟 那么这个期间呢 啊 他认为过分 那么我理解的就是说 这个 弗洛伊德啊 他快逃很大 警察担心控制不住 把他按着呢 他又不愿意坐到车里头 那车里头开着坑条 啊 也会给他窗子摇下来 拿在里喘气 但他就不愿意啊 他说我can't breathe I'm going to die 啊 这样警察最后 没有把他塞到车里头 就让他车外等 等另外 可能等另外一个救护车 或者一个更 更好的东西 更大的一个车 把他弄走 是这么一个方式 这是把他按着呢 啊 最后在这个情况下呢 发生了一个悲剧啊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呢 就引发了一场BLM运动 那么这个运动呢 啊 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啊 我从一刚开始就说 这是一个闹剧 没有事实真相 刚开始就没有事实真相 现在终于证明了 我的这个判断啊 这个事情从头到尾 就没有事实真相 这个真相在法院 而现在报道这些媒体 啊 这些事件的媒体 他们不愿意去在这里头 呈现这个里头的 全部的事实真相 啊 那么有一些人 还利用这个事情 把它演化成一个 系统性的 总组歧视 实际上这个案件 跟总组歧视 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啊 马斯瑞谴责了 警察 九分钟的这个跪压 啊 但是他说 这里头跟总组歧视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他的他的观点 啊 因为你呢 已经给整个任务 定性为闹剧 所以呢 我对你刚才所提供的 这个事实的 这个过程不给予采纳 啊 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媒体人 在这个事情 我是根据这个 我原来有的 我跟你说我的过程 第一 我根据 我原来有的假设 第一 我认为这个案子的 这个过程 啊 那么最真是你的讲的对 因为我没有仔细看 所以我不能呢 否定你的说法 你知道吗 但是呢 因为因为你的立场 使我一下子警觉起来 因为你就有立场了 所以你在写的裁掉的时候 可能是有利于偏向于这个警察 对吧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立场的 我没有原则 没有立场 我只是说 这些任何的细节 显示出来了美国的法律的 可敬的地方 即算是在这样一个 巨大的政治的压力之下 这么多人搞所谓的 评讯运动也好 或者是怎么认动也好 法庭还是在尊重事实 检察官和病房历史 都在进行这个辩论 最重要的问题 真相 你说完了 你说完了对吧 你说完了对不对 没有 我说真相是超过一切的 对呀 就是 那么最真 这个运动是闹之 或者不闹之 我觉得是六个层次的问题 但是比这个 认动更重要的是 这个事情的真相 但是因为 你讲这个事情是闹句 所以我特别警惕 如果你讲了不是闹句呢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 就是说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在这个事实的成像方面 我没有像你这样认真 去找到了这个资料 我看都没有看 所以我在现在为止 我只能说呢 我最真是尊重这个法院的 这个最终的辩论过程 因为那个私病大规 比我们这样讨论 要严肃认真 我其实什么都没看 你是一个法学专家 你了解了很多的情况 我没办法跟你辩论 知道吗 不不不不 我刚才介绍的意思 第一 马斯瑞这个节目 我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介绍 不是我没有参加任何观点 第二 法院里面的档案里头的 肖恩警察的律师的意见 和当地检察官的意见 我都做了两边方面的介绍 马斯瑞认为这个事情 警察对的地方和警察不对的地方 我也做了一个介绍 那么从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现在了解到的一个事实 我认为这是一个闹据 这是我基于这些事实的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闹据的判断 也正好印证了 我此前的那样一个假设 我就说在这个事实真相 都没有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回归事实 那么现在这个事情 有越来越多的事实真相 呈现在公众的面前 那么根据现在这些 有有的事实 我认为这是一个闹据 好吧 我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你 我对这个闹据 不闹据的我没有这个定义 我只是信任了 就是说即算是在这么一种压力之下 美国的法庭 仍然是在进行 基本上事实的程序 这是恰恰作为我 作为一个观察者来讲 我是最感动的一个地方 我更愿意听到更多的这种 他们的辩论的过程 我对美国最感兴趣的就是 他们的这个代变 对吧 检察官好像证据很多 要把警察置于死地 而辩护律师拉出证据出来 完全对把检察官给打倒 而检察官回过来说 你并没有把我打倒 我还有什么那么细节 所以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案件 他审理已经到了哪一个程度 因为我不像你这样 那现在是 他的律师提了一个动议 这个动议呢 把检方的所有的 这个起诉的要求 全部拒绝 没有一条站住住脚 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检方还要求法官 加一级去惩罚这个校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是针风相对现在 对对对 非常好 就是说检察官并没有在这个 这个辩护律师城市的事情 面前妥协 恰恰相反 他还要加重对这个校团的惩罚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这非常精彩 所以我就说这个法律站 曾锋相对就在这 他的律师认为 他什么问题都没有 什么问题都没有 那么 真正的问题就是对这个 幽闭恐惧症 这个根据这个马斯瑞的分析呢 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这个 说这个警察的培训的教程啊 时间啊 这个整个的时间比培训一个理发师的时间还要短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警察对受到药物影响的这样一种犯罪嫌疑人的啊 应对的方式啊 没法掌握啊 因为当这个弗洛伊德说我不能坐到车里头的时候 警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他说我不能呼吸啊 警察也不知道这种事情的严重性啊 他说的问题在这 这是有利于警方的意见啊 警方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如果对这个弗洛伊德施加这样一种 对正常人看得合适的手段啊 有效的方式呢 对弗洛伊德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 在某位上这一点对 警方是有利的 不管是怎么样吧 就是这个有时候法律的这个细节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在后面都把原来我们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给推翻 辛普森的案件和很多案件我看起来 那真是精彩无比 真是精彩无比 法律的辩论比这个选举要好玩多了 选举有时候太轻浮了 而这个法律的辩论那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决定一个有罪和没罪 就在那个辩护过程中间产生出来 这是我的法律 我真的对你国的法律表示我的敬意 我没有话说 我只是对你简单的说 这个是一个闹锯 我还是有所保留的 对啊 我这个越来越倾向你这是一个闹锯 在没有事实正向情况还闹那么大 然后一些政治家们 这个还据此认为美国存在系统性的歧视 把这个局进一步的做大 然后呢 FT的这篇文章也提到 就是说民主党人啊 这个利用这样一个形式啊 支持这一些这一场运动啊 我们可以看到国会众议院的 这场运动啊 我没有完整的评价它啊 因为我了解的情况很有限 但是暴露出很多问题也是令人痛心的 你比如说在湖里达那些地方 很多的警察只受了三个月还是六个月的胜利 他就可以配枪了 中国的警察除了以前有那些军人转业去当警察的话 当然中国是不能比的一个法治国家 那么警察学校但是至少要经过一两年的陪讯嘛 那美国是因为他这个警察体系的复杂性 多层次性 使他没有一个前过性的标准 那美国的联邦系统是不是在这方面就加强引导呢 或者是他有没有多大权力去帮助这些警察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应该我所知道的是我们的镇上或者是镇上的警察 越跟我们越接近的警察 他的关系跟我们越来越友好 因为他的钱是我们给的 对不对 但实际上前过性的警察也是我们给的 但是因为唯一不做到 那么我们就没办法 但是正确的警察就跟我们的邻居的大哥一样的嘛 对不对 但是他的直发的标准不一样啊 假如我们正确的人他认识了他当然会保护我们 但他不认识的人他可能就 对着就可能不一样 是不是那么这个法律里面有没有涉及到执法的 适当的问题 从来去引发整个的这个平均运动 他是这样来的 你不能说这个法律本身是这样 他就一定会推认去整个运动式闹局 我觉得这个里面并不完全成立 哪怕是这个案件本身最终证明这个警察是无罪释放的 也并不能够完全否定这个平均运动 我知道这个我们俩有分歧就是说你不认为这是闹剧 我从一刚开始就认为这是闹剧啊 我觉得美国不存在系统性的总组提示 这个是一个假命题啊 是政治家把这个话题调大了啊 然后民主党现在意识到啊 这个东西给他们带来的挑战 现在啊这个霍锦丽这几天发生了戏剧性的一个变化啊 他在某个意义上他是支持这样一场抗议的啊 我没有说他愿意直接支持暴力 但是他说这个运动他可以一直支持下去 那么现在他必须跟着拜登一起说谴责任何暴力 我觉得啊拜登先生啊 这个这个这个英国的那个报纸啊 就分析就是在选前两个星期两个月左右改变一种立场 除非民主党内部杀棚推演啊 发生这个事情对自己不利 否则的话这个时候不会发生 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调整 这种调整用他们的分析来说是灾难性的 嗯 他意识到这种东西舆论性 最近的舆论对民主党的整体上的一种不利性 因此呢拜登和这个贺锦丽都出来谴责这种暴力 而在这之前想象不到了 现在可以说这个舆论在发生风向的变化 民主党你以为真支持这种这个BL运动啊 我猜不行呢 就是 我当时想和共和党在这个里面采取的立场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观感啊 因为他一方面是他敏感 第二个是非常复杂 我一下子也表示不清楚 但是呢我还是对美国的法庭采取很大的信任的程度 但是我对警察的这个执法所出现的问题 我一直抱一个警定的探柱 因为你如果你了解一下美国的这个警察啊 你发现很多的地方的警察 他的执法的能力非常弱 啊 涉及的人很多 但是警察的经费少 警察的人员不高 啊 超负荷在运作 啊 我看到有一个白人警察一个纪录片描述他 他完全在一个一个黑人的区域里面神罗 那而且是晚上 而且是一个人 他为什么 就是因为当地的经费不高 对吧 没办法配两个人 那么当地的犯罪力确实很高 那么有一些是现实问题 有一些是我们应该坚守的一些啊 这个反歧视的问题 那有没有这个系统性的歧视 不是你一句话简单 肯定和否定的问题 如果真是去了解很多的层次 就是我们去啊 直接去跟一个一个人去谈 那么在美国机构里面工作的很多人 他都会不同程度去告诉你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它是 他个人的一种处置 一种感受 为人处事的一种方式的一种 一种东西 还是真的会存在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都不敢下完全的结论 虽然我本人并没有受到 什么都大的歧视 但是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这种歧视对我来讲都是可以无聊不计的 因为我认为可能就是我的错 像有一次我开车 开的不大好 两个老头老人家就对我这个瞪眼睛 我觉得也对 在中国他可能也对我瞪眼睛 对不对 但是因为是个白人老头 你就可能他是不是歧视我 有一次我在哪一个州南部哪个地方 我在旁边玩手机 你知道吗 结果我根本不知道后面有一辆车啊 就是说这个停在那个地方他要走了 然后他使劲按喇叭 那个按喇叭的声音是完全超过了正常的程度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觉得是你的错 还是他歧视你呢 我后来还是向那个白人夫妇表示了道歉 我说对不起啊 就是说我不应该在前面看这个东西 但如果你另外的感受不同 你可能就受到伤害 有时候这个歧视这个东西是很很微妙的 有时候用歧视的理由 掩盖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掩盖他的自己的问题 成为他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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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的一个理由 但是有时候歧视是存在的 其实不要说美国的系统性的歧视可能存在 那这中国的系统性的歧视也存在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我是对这个事情呢 就是坦率的说学习不够学习不够 不足以跟你老人家进行辩论 但是我也很多疑惑 我配合何平先生的严谨啊 这个我这个是一个大嘴啊 有的时候这个有看法就说出来啊 这个错了我再检讨 那么何平先生就是说 哎这边是这样这边这样 我也欣赏你这种这个谨慎和严谨 嗯 谢谢谢谢谢谢 而且要我们的这个这个 而且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的纷争 过程中间啊 不能简单的站在民主党这边去谴责共和党 也不能从共和党那边去谴责民主党 我那是无掌无判 我不知道你说一家 我我我我为什么编嘛 我是这个这个我是这个基于立场的批评 不是选编的批评 嗯 OKOK那没问题 对 不你选编也没问题 你站在共和党那边去谴责 我不选编的 没有没有这个选编的问题 我说你选编也没问题 只要不是使用无偶性的理念 攻击性的理念 因为我对 我对毕尔罗姆的运动 从一刚开始 我就没改变今天的立场 我一直就是批评的 我觉得是在一个事实没有 没有事实的警官之下 闹起来的啊 从现在我一直这么看 而且现在披露的情况 越来越强化我的这个看法 嗯 是的 这个不是个问题 我厌恶的就是 那种攻击性的理念 就是 我认为你胡闹这种词 都不是攻击性的理念 但是你说 那是黑鬼 那是黑人怎么样 这个就是不行 对吧 那就是说 我们的社交媒体上面 出现了一些这种 比较极端性的理念 我是非常担心的 我是担心的 我们还是要对这个事情 比较警惕一点 比较小心一点 我们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台湾 这个 这个话题也好像有 有几个观众观察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节奏 弄尽量把这两个话题 讲完以后 我们的观众再离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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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